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5.0卡池抽取推薦 這類玩家女隨法直接跳過 平民玩家萬葉別錯過 5.1卡池新五星曝光 女炎斧強度不輸萬葉 復刻角色初步易遙 圓神風誕5.0卡池終於要來了 新五星角色馬拉妮 吉尼奇也即將登場 同時萬葉、雷神也即將復刻 各位旅行者們的原石 是不是都已經準備好了呢? 而說起5.0卡池角色抽取推薦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就是5.0上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馬拉妮了 馬拉妮作為納塔版本首個登場的主C角色 強度還是非常不錯的 技能倍率也不低 在眾多水C角色中也有一席之地 是一個適合打蒸發反應的速切C 不過說起馬拉妮的缺點 就目前的機制來看 沒有合適的火候台 算是未來可期了 而水C角色太多 如果有了水龍王后葉蘭的玩家 還是比較推薦跳過的 而說起5.0下半卡池復刻的五星角色萬葉 萬葉的地位之上限以來 到限版本依舊很高 萬葉之身機制優秀 可以加入到大多數隊伍中去 對於沒有萬葉的玩家而言 搓個0命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實也並沒有所謂的萬葉退環境一說 後續的那塔新角色萬葉也依舊能打 總的來說 5.0上半卡池的兩位角色都非常不錯 馬拉妮騎士拋開強度 隊友 集水系組C現狀等因素外 角色的設計還是非常不錯的 大世界體驗也舒服 當然了 還是那句話不缺水系組C倒是可以跳過了 萬葉的話搓個0命即可 畢竟後續卡池還有西諾寧 火神馬威卡等角色登場 原神那塔5.0版本越來越近 除了馬拉妮、紀妮奇即將登場外 後續5.1卡池開始大量新角色也會陸續和大家見面 如暴女西諾寧、純女夏斯卡、火神馬威卡、粉毛少女倩特拉莉等等 各位旅行者們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說起後續卡池角色等相關消息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就是各位旅行者們比較關心的5.1卡池角色登場的安排了 有關於5.1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據說是暴女西諾寧 說起西諾寧這角色 在那塔的人氣還是非常高的 整體來看的話 西諾寧的設計還是非常不錯的 成女的身材依然無余 看上去有點妩媚 還是有一點臉色的 對於這位新五星角色各位旅行者們 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說起西諾寧的定位相關 就網傳的相關消息來看 西諾寧是五星岩系單手艦角色 定位是通用岩輔 對於冰、火、雷、岩屬性角色 都有不同的屬性加成 目前看來是一位泛用性超高的角色 對於風草並不適配 強度方面據說不輸萬葉 不過並沒有萬葉的巨怪 兩個角色屬強屬弱 還是不好說的 具體還得等上線後的實測才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 5.1卡池復刻角色的安排 就目前的卡池順序來看 除去有可能會進入混池的幾位角色 5.1卡池復刻角色概率較大的分別有 鍾黎、溫迪、萊歐斯利、申賀、千知 不過隨著5.0版本即將到來 後續5.1卡池的角色登場安排 也就呼之欲出了 所以說各位旅行者們覺得 是5.1卡池 誰最有可能復刻呢